這次要介紹的機場後機室 可以說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 這個後機室除了在美國之外 全世界唯一是香港獨有的 這個就是American Express 美國運通的Centurion Lounge 跟大家說一件事 當初為什麼我要入局呢 就是為了這裏 哈哈哈哈 地方不算大 但給予人的感覺很專貴 這個後機室的位置在哪裏 它就在60號集上 即是中間大Concours的樓上 一望上去便是 這個後機室一走進去 首先有一個會議室 有一個會議室 可以給一些有米的西裝友 上機前開個會 聊一下下機之後去哪裏叫雞 但這些東西越少人知就越好 所以旁邊也有個小小的meeting room 它就有道燙門的 多點 privacy 這個後機室總共會有三個會議室 我們再進去就是整個Lounge的主體 你會看到這個設計 是很有這個Loft風的 即是有很多Open Space 很寬敞 OK的 過去吧 左邊就有些簡單點的Bar桌 走進裡面就是一個休憩的地方 有很多椅子可以讓你休息一下 上網 還有一個Open Bar 酒水便可以喝了 雖然是免費 但也要說一句 要做一個文明人 不要開車前猛喝 如果不是上機 又打勾兇者 搞勾自己之餘 又搞勾到其他人 旁邊就有一個小小的自助餐區 這些食物都挺好吃的 有些什麼呢 就有些中湯、西湯 就有些點心 各個機場的後機室都一定有點心 這次有些什麼呢 蝦餃來的應該是 還有些Hash Brown 炒飯 有咕嚕肉 還有魚 種類就不是很多 但質素是不錯的 旁邊就有些沙律 有些沙律 都會有一個自助形式的飲品區 有些茶包、咖啡、汽水 再進去就有一個淋浴室 對不起 剛剛有人用完了 應該 所以東西都還沒收拾好 但你看到都很漂亮 你看到這個美國運通標誌 這個白夫長 旁邊是什麼呢 這是黑卡會員專用的地方 裡面就會再隱蔽一點 多些沙發給你休息一下 還有一個餐廳 你可以舒舒服服坐下吃飯 這裡的廚師就在五星酒店請過來 所以這裡的質素一定有保證 但我們很少在機場後機室吃東西 通常都會去一些餐廳 沒辦法 進去旅行前 我們當然是想吃回自己地方的食物 做個禮牌燒鵝 蝦仁炒蛋 四季豆 對吧 哈哈哈哈 在宏宏的香港國際機場後機室當中 屬於是第二號 雖然是小 但很有層級的 怎樣可以進入這個廚師呢 他只會招待美國運通白金卡 和黑卡的會員 至於怎樣申請 你可以打電話問他們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我不是買廣告 純粹分享 多謝大家收看 接下來還有一條 香港機場的後機室片 拜拜